刚才我看这报纸 说果然恐婚 我这心里头 我得咯噔一下 果然三十多了 还单身 他不是说简简单单 找不着对象的事 他心里头有障碍 他害怕结婚 为什么呀 因为他看到了咱们俩的现在 就是他的将来 所以咱俩不能再闹了 咱闹就把孩子毁了 你别再去考虑自己的形象 正面不正面了 咱们已经是反面教材了 现在往这边 闺人辛苦 闺人回来了 闺人辛苦 来 叫叔叔好 叔叔好 这小孩哪儿来的 他是咱们小区的 他爸爸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你干嘛 这不是没人看吗 这不是咱们家就逮来看看 是吧 他叫球球 来来来 你别别别别 站着换 坐那儿坐那儿换 外边跳吧 来来来 给我给我 给我啊 来来来喝水 对对对 喝点水 喝点水 喝水 怎么快把衣服脱了 靠沙发那儿歇一会儿 那怎么中午回来了 就是啊 我那个 我单位吃乏了就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中午 你怎么不在单位吃 就回家吃了 我们两个呀 一听说你中午回来 高兴死了 就是啊 那单位吃干嘛 天天回来吃 不是你开车回来的吗 嗯 开车回来的 不是开车回来 你得带着眼镜 要不把她的太热刺激了 就是 别说了 孩子都饿了快 坐坐饭去 不是爸爸 你们俩没事 什么事啊 没事 我们就是想给你做饭 就这事 快点 就是关心你一下 没有别的这个 行了行了 做饭的事我来吧 别麻烦了 我又累了 我来了 你是不是我来 你干嘛呀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 爸跟那个 你们俩什么情况 我你们这样 我有点不适应 我我心里有负担 我不适应你们 有问题吗 事是你 你不适应我 我们有时候还不适应 咱们只要在家里的人 那坚持一下子就 慢慢就适应了 慢慢适应 慢慢适应 好了快快快 我我 走走走 快坐下吧 快快快 看电视 这热热把空调打开 整个打 把衣服脱了 过来 我啥干嘛呢这是 快 你今天买的菜真好吃 是吧 可嫩了 你炒出来一定特别好吃的 那我已涂汗 是吧 这儿 好 好 以后别这么累啊 好好好 交给我就行了 谢谢 谢谢 不是 那个 老给我加饭 这一块就吃吧 咱这吃个饭就自然点行吗 好 不是吃个饭老听着我干嘛 看你吃得挺香 那你们也吃啊 你什么肥不肥 不不肥 腻不腻啊 我腻不腻 咸蛋够了 够了 吃吃吃 对对对 来 吃嘛 你累错人了吧妈 我多大了还喂呀 你给给给她喂她呀 你等着我这儿 你擦 不是那嘴上有脚 嘴上有口 有点油 你看 就吃饭来了 不不不不 你这 妈 你放下放 不 那个 咱们就是中午吃个便饭 不不必要就这么刻意吧 你们这我这 我实在我适应不了 我这没法吃了我这 吃饱了 饱了饱了 不是吃饱了吗 吃饱了 不行不行 这怎么能用你刷碗呢 这不行这不行 我刷碗 你们别管别沾手了 不用你 干嘛呢 你休息去吧 不用不用 来 我来 我来 不能倒 我用保鲜 什么时候这么大呢 对对 慢慢睡 慢慢睡 你来擦嘴擦嘴 我什么时候吃饱了 还擦嘴啊 你这嘴有什么话 人家有什么话 我我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坐坐坐 坐坐坐 来来来 吃点水果 吃点水果 我不吃水果爸 饭口吃点水果 一会儿要有好处 乖 乖 我呢 要是累的话 躺着闭着闭着闭着 我去帮妈妈收拾吧 听话啊 多大了说乖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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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果然 喝口茶呗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你特别喜欢带我到这家茶楼来啊 你说闲得没事的时候在这儿喝杯茶 看看书静静心 能把很多不开心的事都忘了 你搞错了吧 不是这家茶馆啊 我又没得失意证 你知道在美国这三年 我最想的就是这家茶楼的茶 我拖了很多朋友 在这家茶楼给我带的茶具和茶叶什么的 但是在美国怎么泡都不是这个味儿 我后来才想明白 那也因为喝茶的人不对 也是啊 你嫁那美国老头人喝咖啡呀 果然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 真的 都过去了 人生总有几次选择 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挺好 我呢 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之后 迅速成长 逐渐成熟 挺好 男人们 需要经历一些 痛苦的事 是吧 果然我是 是 我是真心觉得我做错了 我是真心向你忏悔的 我真没想到 我给你带来了那么大的伤害 不用忏悔 不是真的 妙哥 你甩我的头一年哪 可能我枉之一做 那就得骂你 那你骂我了 但是现在呢 我就坐这儿一直在想怎么骂你 我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这就证明这事已经过去了 我也已经释怀了 不是 果然你骂我两句 你骂我两句 其实我心里倒舒服一点 那行 那我就骂你两句 其实你要真想去美国嫁那人 可以之前就跟我说清楚 不用赶在一个要结婚的这档口上 我也不是不明视力的人 走就完了嘛 肯定放一走 哪能耽误你前程 丑不冷的突然来这么一下 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是吧 果然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小我也年轻 我总是把很多事情异想天开 我真是到了美国这三年我才发现 而且我给你带来这么大伤害 其实 伤害的也是我自己 其实我每天心里都特别受折磨 我也不好受 我觉得你不用把自己说得那么凄惨 甭管怎么说你还一嘴流利的英格雷似 对吧 也算杜露层金了 不穿着打扮也挺洋气的嘛 也国际化 挺好的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听说了 他是想着一句骂你的话 我用因果报应这样的词汇不太合适啊 合适啊 特别合适 我自己也觉得是因果报应 刚去美国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好像 我好像找到了 找到了人生的梦想 找到了未来 觉得去了美国我就能怎么样 其实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 我失去的才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你知道到了美国没半年 我们俩就开始吵架 等着 然后我就 我觉得你不用跟我说这个 这跟我确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这三年期间我自己也反思过 跟你也确实不合适 我这人呢 小福吉安 志向不大 你呢 心高气傲 又成为女强人的潜质 就算咱俩真接了回来 咱玩也得离 其实 果然我这三天 我每天晚上我都失眠 我不吃安眠药 我根本就睡不着觉 我一直其实都想着你 我 我知道你有你的梦想 你有你的追求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知道你热爱什么 其实我现在的工作 其实就是为了你的理想 跟你的理想 不是 你跟我说这个 有关意吗跟我 果然你不想知道 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吗 不是 我不想追 好吧 对不起啊 其实你恐怖的那个消息 我在网上我也看见了 我是真没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大伤害 别误会啊 别误会啊 我那儿逗他们玩呢 我知道果然 你这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原谅我 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是真心忏悔 广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都过去了 也不用再提了 现在你呢回来就回来了 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也好好过我的日子 互不干扰就完了 果然啊 其实我真没奢望说我们两个人还能怎么样 你也知道 我在北京也没什么朋友 就你这么一个认识的人 你就从今往后拿我当一普通朋友不行吗 您好 您好 您要看房吗 不是不是 我是看你们这招聘是吧 是的 是的 那负责人在吗 他没来 那他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行业现在不景气 欠我好几个月工资还没给呢 我要不是等着结账我也早走了 行 谢谢啊 好 我是 直接公司是吧 楼盘销售的工作 好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我随时都可以面试 好好地址时间我都记起来了 好嘞 谢谢 好 再见 梁小姐 明天你就正给报到 好好好 再上班吧 好 经理谢谢啊 不客气 好 谢谢 再见 慢走啊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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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腿总有一种抽筋的感觉 嗯 书上说了 这就是缺钙的表现 你得大量地补钙了 另外一个呢 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大量地补充叶酸 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还有啊 书上也说了 这个孕妇啊 在这个期间啊 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态的稳定 不能那个大吉大落大 一会儿被一会儿洗的 那个不行 你看 这写着呢 孕妇在这期间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对胎儿的发育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了 记住没有 真记住了 真记住了 西风 我有件事跟你说说 什么事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我是想跟你说啊 你看我这肚子吧 一天比一天大 这行动也一天比一天不方便 你知道这外面这条路 多难打车吗 我每次去医院检查都得打车 都打不了车 我每次去医院 人家那些孕妇都是老公陪着 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心里特不适滋味 我呀不是不愿意陪你去 家家有个事 其实我一直瞒着你 没告诉你 我老婆也在那家医院检查 我是不愿意弄出麻烦来 要不咱换家医院行不行 我凭什么换家医院呢 我凭什么要让你老婆呢 我也怀的你的孩子 凭什么就我让啊 行行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换不换不换行了吧 你给他嘴撅着 你干嘛呀 你注意保持心态 平稳平稳 注意情绪 我刚刚给你念完书嘛 我陪你去行不行 真的 真的 晓晓 要不这样吧 我呀 我开车我给你送去 到了医院门口呢 你自己进去 我在停车场等着你 行不行 我是真怕碰上他 那麻烦可就大了 你就算为我考虑考虑 行不行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我接着给你念啊 好 今天你就陪我一块儿去吗 咱不都说好了吗 今天你自己进去 来 老婆 你在哪儿呢 我 我 我那个 在公司呢 我跟你说啊 我昨天去医院检查 人家大夫呢 建议我吃点高龄产妇的保健药 你到时候去医药店给我买点 好好好 你放心啊 我下来班以后啊 我第一时间我就给你买一下 你今天晚上还用通宵加班吗 你总这样身体不好啊 对 不 不那个 不用了 不用了 那太好了 那你完了是早点回来 好 你放心啊 放心啊 老婆 好 那个 我先挂了啊 我待会儿得开个会 事太多了 好吧 好 好 邓佳佳 你检查得怎么样呀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夫怎么说 大夫就说让我多运动运动 你怎么又是一个人呀 你老公又没陪你来 他工作挺忙的 钱什么时候能赚到头啊 老婆孩子是第一位 那你这多不方便呀 下次一定让他陪你来 那我先走了啊 再见 那你多注意休息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就这么决定 就这么决定 好 怎么样 没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的 还不说了 为什么你老公每次都不来 每次都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来 你就不能陪我去一次吗 回家吧 来 霍燃 你一会儿真不跟我们去了 台球有什么可打的 一方手下败将 周六嘛 大家一块娱乐娱乐呗 算了 我不去 这两天我烦了呢 我这两天 都一见了 行 那 那我们去了 回去 有事吗 这两天我想看看房子 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不是 果然主要是北京这两年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我从国外回来这一看 跟到了外地一样 我根本不认识 您是小岸接待款呢 还是一笔付 是这样的 通过五八同城过来的客户呢 在中介费上是有一定折扣的 这个我现在还没想 主要我得是看我买多大平米的 你好 两位今天是第一天来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看下我们这里广告 好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沙盘 我不干嘛 我们这次项目呢是对于这边 它是我们的 我也不用了解 而且我们这次的天猫合作 只要不够呢 就先从周围的路线再走 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咱们出了这大路口呢 就用这些客户 而且呢 就用这些客户 不是 你到底要干吗呀你 你怎么跑这儿上班呢 你管着什么你 我关心一下吧 我用得着你关心吗 那那你跑什么呀 不是 你追什么呀 我跑你就追 你有病啊你 不是 你真真有意思啊 你说你先带一二百五 上我们家门口 不是不是 谁二百五 你说谁二百五 你七星你们俩在一块 这五百你自己算的那边 谁二百五 再来再来 你也看到了 咱们小区建设的 这非常不够 不是 你现在啊 你说你又把老情人 往我面前一放 不是 谁老情人啊 对 七星还真不算二百五 七星还说对一半 你不可观 你说你婚房都选上了 迫近重园了 挺好的 我 我 我 你们俩有感情基础 时间也不短走 今天真不容易 好好过日子吧啊 我求你了 别在我眼前再晃了 我求你了 消失消失 你给我消失 我能 杨涛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对不起 已经给我介绍房子了 这位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杨涛 你给这位客户 好好介绍一下 好好介绍 好 你要注意服务态度 我现在是上帝 你要面对危险 第一 七星不是二百五 第二 我 我更不是 第三 你妈有点过分 第四 你来找我 我对你那态度 我 我道歉 第五 这也不是我老情人 这是我仇人 就只不过我这人大度 对吧 我 我陪她挑一房子 是吧 这证明我是一男人 就是第六 也是最重要的 我滚 我 我英雄不走不走 我好马不知回头走 就你还好马呢 不是你这冷笑什么意思 经理 我有事就向你感动一下 是吗 这个杨桃 对不起 这个杨桃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刚爱听她穿客户 就 就刚过来的那客户 吵吵吵吵的 什么喝体统呀 你说这个杨桃啊 当初招他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长得漂亮 可长那么漂亮 也不利用有什么用啊 到咱们收入中心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到现在还没学会怎么跟客户相处 你回头找他谈来 想不想干 不想干 一马走人 好 我知道了 去 我一会儿找他谈谈去 去 去 给 房地产搭了 大饿呢 我都快着大饿给我吃了 怎么了 现在这房地产销售也不景气 完全是零业绩 所以我就说 你要不要帮我打听打听 有没有人买二手车 我想把我的车卖了 你要干吗呀 我缺钱呀 你想想啊 我之前帮你们公司拍片子的那笔钱 我交房租的交房租 还车贷的还车贷 我最近我又没收入 我下一笔车贷 我又没有着落了 所以我说那我干脆就把车卖了得了 我也不开了低碳环保 不是 那也不至于卖车呀 你妈呢 你姐呢 我都这么大了 我 我都不能再让他们老为我这事担心了 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我就解决了 自己解决了 那 那不行 你先跟我这儿拿点吧 反正也没别的女的让我花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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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还好意思笑你 你说 你说你长这样一女的缺钱缺成那样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真的 你就别提我又多倒霉了 我跟你说吧 我现在又失业 我又被男人骗 你猜我今天我在那摄楼处 我看见谁了 谁啊 果然 长了一下啊 什么长我去了 她跟一个女的买房去了 让我给撞见了 谁啊 前女友 她以前有一女朋友赶紧订好的 反正后来给她抛起了出国了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你说俩人一块买房去了 这就是破镜重圆了吧 这奔着结婚去了呀就 不是 怎么就冒着前女友出来了 而且她不一直说她恐婚吗 对呀 所以你说她人恶心不恶心 又说恐婚又带着前女友买房去了 然后还来找我来解释说她不恐婚 然后今天让我撞见了还跟我演无辜 还说什么我误会了什么的 你等我等我等我 你解什么呀 她 她都要结婚了 她还跟你解释什么呀 她 她 她要搅她两只船呢 你不明白吗 不是 我觉得这事就挺怪的你知道吗 你今天来一直就跟我说 你就说你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了 然后呢她又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了 我就觉得 这 这你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你要是搞不明白 我问你问问 你别去问 我搞明白了 我眼睛看见的都是确凿的事实 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你到底替谁说话一遍 我站你这边 反正我就是倒霉我跟你说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你先卖车吧 先把我眼前的事解决了 如果你碰见有人要买 你反正你帮我打听着吧 行 那你 你先考虑考虑 我帮你打听着 我来说要不要 我帮我看你这边 你行吧 你听我说的 龍王 龍王 共同 顧老大 叮總 叮大總 叮巨大的一個總 什么丁总 我就是一姓丁的浑身上下都肿了的人 我说怎么着丁总 你睡了没有 几点呢我就睡 我这刚把饭端上桌 没睡那就出来 我就在你们家旁边这酒吧呢 咱哥要得喝点好久没见了 行啊 那怎么着 那是往死了喝 往活了喝 那就看你的情绪了 正好有点事我要求你 行 那你等着我 五分钟就到啊 好 等你啊 拜拜 转眼 转眼 来 那是世界变化快 你说你这么一丧人去吧 干了婚纱 婚纱公司还跨国呢 你说你得把浪漫家 都得捂成什么样啊 我说挺浪 我跟你说人是会变化的 我跟你说哥们儿 其实上大学那会儿挺浪漫的 你不觉得吗 您那是浪漫吗 您那是浪行不行啊 你说你大学四年 你说干嘛了 做各种小生 是吧 谈各种恋爱 泡师姐 泡师妹 对了 对了就是让你成名的那个 就那姑娘叫什么呢 刘虹 刘虹 给人家刘虹写了一封情书 不是您那是情书 您整着一发情书 结果上那个刘虹他哥在吧 看了那情书之后 几眼了吧 拿大铁锹满炒场 大棒 对对大棒 我跟你说 当时要不是你抱着他哥 今儿咱还能在这儿喝酒 早一棒子给歇过去吧 来来来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挺浪漫 你这四年啊 哥们儿 说句实话 这大学四年 要不是你招着我 你帮着我 我怎么让学校给开除了 我这四年没干别呢 竟陪着你 还西方 竟陪着你们哥俩补考 你这大学毕业简直就是一奇迹 来吧 兄弟 你最近忙什么 还在民政局上班啊 然后我们这下半年 我们这儿不是轮到 那个离婚登机了吗 不是 你说你们在那个 民政局上班有什么意思啊 不是办离婚就是办结婚 你说跟俱乐会的老太太 有什么区别 为人民服务 为老百姓办实事呗 行 我告诉你 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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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你说啊 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啊 你也得想想 为自己也得服务 是不是 对对 我跟你说正事 我们这个乐悠悠婚纱跨国公司啊 现在正在国内扩大业务 现在正需要一名摄影总监 哥们儿 你不是以前拍图片 得过很多奖吗 我跟你说 是让我那儿去当摄影总监 年薪丰厚 二十五个 这工作多体面哪 比你这民政局你说的体面多了呀 而且每年到法国还有年假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你要是待遇这么高啊 动心了吧 那就赶快把明顺局给辞了 不是 那个真的听吧 是这样啊 我哥们儿大学毕业之后 为考这国家公务员 也算是投悬梁追赐国了 谨遵母命 听我妈的我到那儿去了 你觉得我是说能离开就能离开的吗 对吧 我发现你这人啊就是个轴 你再好好想想 不是 丁子 丁子 你听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拍婚纱呀 真没什么太大幸运 不是 你说 不如拍这个动物有意思 真的 你说你这思想意识怎么 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 还停留在你那大学那时候那梦想 什么拍非洲雄狮啊 美洲美洲报啊 你说你这就是我一生的伟大梦想 你仔细想想啊 一美女 穿着白色的婚纱 站那儿 你来拍 那是什么感觉 你看 新潮同伴 是不是 我是刚想把你往浪漫那个高尚那次上歌 你看这又成流氓了吧 这怎么叫流氓呢 你说你这个 不是 那个丁子 首先真的 哥们感谢你这番好意 还能想着我 真的 谢谢你 不是 回忆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这样 你要说你这忙不开了 我业余时间 我给你帮忙点 钱不钱都无所谓 就这么定了 感谢 我们那儿不需要业余帮忙 我们那是乐悠悠婚纱跨国公司 大公司 不算你呀 对对对 这好事来的你都是抓不住啊 以后您做了你都是抓不住啊 全世界知名公司 全世界 多谢了 哥们 不是 问你个事啊 你那个婚纱公司缺管理型人才吗 你想上我们那儿管理管理是吧 不是 我 我不去管理去 我说我想给你推荐我一个朋友 就形象 气质都特别好 人家原来是四星级酒店的大藏经理 还学习过这婚纱设计 水平应该是 已经是专业水平了 我说我给你帮你那儿推荐推荐 男的女的 女的 长得怎么样 长得挺漂亮的 跟你什么关系 跟 朋友 不是 朋友 我信吗 我跟你说朋友关系你这么帮 这么多年我可是见你头一回帮群孩子 真是朋友 好朋友 不是 果然太太你听我说 我可以帮你 没问题啊 但是我帮你我得有个原由啊 不是 什么原由啊 不是 你说这女孩子啊 她以后要是成了你媳妇 我自然会帮她 对不对 如果她成了别人的媳妇 我帮她干什么呀 我欠她呢 我欠她一份情 我想把这情还了 明白了 让人给拿着短了 拿着我生 对对对对 拿着我短了 行了吧 你就说你帮还是不帮吧 帮 帮 但是呢 话我得说前头啊 她呢得上我那面试一下 但是这事呢 还不是我姨儿说了算 得总公司决定 你再说一遍 不是 你听我说 这忙我肯定帮 我 你看我这叉子 叉子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拿出 帮我妈的劲 我来帮她行不行 系数有多大吧 百分之八十吧 还能再够 九十 还可以够 九十五 这事这么定了 多谢吧 哥们啊 但有个事嘱咐你一下啊 女孩呢叫杨桃 我呢 臭公司把她那简历 发到你邮箱上去 但是她要到了哪儿去 不能让她知道是我推荐的 高尚 你太高尚了 不是 人家女孩子 都有自尊心 务必要答应我 行了 明白了 拜托了 哥们 我发现你最近瘦了 真的啊 对啊 不是姐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现在身材越来越好了 对啊 我身材也好啊 就是啊 我其实平时比较注意一些 如果发现长肉了 就赶紧想办法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跟你说 我特想买电视上那些减肥药 又怕有副作用 就是 听说避身员的减肥差不错啊 中药成分的 对身体还没什么害处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不过我又就是那个效果 还真挺好的 真的啊 难怪呢 对啊 身材那么好还显年轻啊 没有没有 你没比我小好不好 哪有 对了 你们哪一年的 我九一的 你九一年的啊 对啊 就比小一岁啊 真的啊 我九零年的 你呢 我九二的 你呢她在 我八一的 姐 你都算十二了 就是啊 这么年轻哪 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么年轻哪 像二十多岁小姑娘一样 是啊 我小一就比你小一岁 但看着可比你老多了呢 我小一孩子都上小一一年纪了 你还要多大了姐 我单身 不会吧 那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老公都催着我要孩子呢 对啊 你们是不是离婚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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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结婚呢 不好意思 喂 我是杨桃 好 乐悠悠婚纱店 好的好的 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准时 好好 杨桃小姐 形象还是蛮好的 谢谢 喝水 谢谢 你的简历啊 我都看过了 我觉得还不错 谢谢 那我能问一下 您在哪儿找到我简历的吗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 我刚发芽 我走过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片雪花 我走过没有回头 我记得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是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帘下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乐桥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温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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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有饮子 我好像是他的心 我哪儿跟你